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潮聚焦 时间是个神,好久没说了 其实时间是个神 人在我们现实的环境中 我跟大家解释过 我们做梦的时候 在我们梦境里没有时间的概念 我们是跳跃的 对吧 我们个体的 就是我们人的这边 没办法主动跟他联系 那只有一种情况有 有些人他的做梦 对他来讲似乎不是梦 他能很清晰地回复自己的梦 有些人可以做到 而我们作为一般的人 普通人 我们会在 就是将要睡醒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些人做梦 跟这边是能联系上 就是说当他醒过来之后 他能够记起当时醒之前的 某一定某一段长度的梦 但同样没有时间概念 没有时间概念 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人 有我们自己 我们内在 我们人本身 有着我们另外一部分生命 是超越这个时间的 超越我们现在生活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生活这个时间 是一个被固定下来的 就是说 很物质化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氛围 这种物质化的氛围 会促成我们对事物的认识 对环境的认识 对一切事物的认识 本身的 远离我们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什么叫远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这话说了说了 就用风声演绎就可以解释 我们不这么说 我只能说呢 我们生命是超越的 也正是因为在 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梦境中 没有时间的概念 就是我们能够超越时间 我们生命 如果能够让我们这边的生命 归宿到 就是说 与我们在梦境中的 那个我们自己 能够吻合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是不死的我 传说中的什么 这个叫什么 长生不老药 那个话 都是站在这个角度 去追寻生命的另外一个边 就是站在欲望的角度 去追寻抛弃欲望 才能够得到的 才能够看到的境界 所以那个叫境界 中国人讲悟 我不知道很多地方都 很多人都在探讨悟这个概念 悟性 那师父有过很深刻的教诲 就我个人来讲 我简单的能理解的 就是我能够接受师父教诲的 能理解的就是 弱化有形的身体 所包含的一切 特别是有形的身体的 贪念念头 就是人心 忍自 心自投成一把刀 刀刀见血 是指把人心割掉 方剑我们自己生命的真理 那叫悟 列出 ABCDEFG 1234567 在权衡 我应该做如何选择的说 那是贪欲 列出ABCDEFG 这是现代科学的说法 一切都在利益的基点上 而这人的环境 有多少男的 就有多少女的 男的多女的少 强奸就出来了 自然的 是你干的 是你人干的 招来的 对等的就出现了 所以你要 这个道理 你完全能够懂 在现实生活中 你完全能把握的话 你的境界能够上升的话 你根本就 本身就立于不败之地 什么叫本身立于不败之地 你能够超越时间 与你生命的一种 不在时间控制范围的生命的那部分 相吻合的话 那时间是个 神控制着人的环境中的一切 对于你来讲 根本产生不了作用 他根本奈你如何 他根本够不着你 在生命的境界上 够不上你 其实我们就会看到 对有些人而言 我们见到这样的人 真正有本身 我们自然会尊重他 我们自然会敬重他 我们自然在内心中产生一种 怎么说呢 敬畏 畏惧的畏 何人敢伤害他 碰不着的 碰不着的 但相反 在利益的层面 那这个利益层面 一定是相生相割 绝对不是永恒的 为利益而站队 为利益而努力 我们将看到非常生命之短篆 生命之缺憾 这是一段视频 这是在20号晚上发生的事情 大游行之后 等到晚上 警察去清场 结果在清场 这应该是在望角 他说是在望角 我不知道是不是尖沙嘴 那出现了一个 非常感人的场面 令人 他也讲不着感人 就是说 我们在这么 四个多月来抗争 香港抗争过程中 没有这个画面 两个警察到三个警察 一组人 然后他说是走单的警察 单个儿的警察 这里有记者 有普通的市民 结果这个警察 却跟市民们说 算了 大家散了 去吃宵夜吧 很晚了 去吃宵夜吧 大家OK了 然后那个市民说 你请啊 他说 我改日 我一定请 从来没有过的场面 被人拍下来 他说是走单的警察 但这是穿着 穿着军警的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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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多谢了 多谢了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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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愿场市民呢 就跟阿sir说 我会理啦 阿sir就说 不用啦 那叫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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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都是非常知识的 那叫市民 这两个是警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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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可以看到街头是有人 那其实又没有那么多人 那警察在直勤 所谓他要清场 他让人们以这样的态度去面对的时候呢 既是抗议的人本身 也就变成了 就整个环境出现了改变 那愿场市民呢 就跟阿sir说 我会理啦 阿sir说 不用啦 说话这个女生呢 是拍这段视频的记者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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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这样 难得一见的画面啊 大家变成个白白 白白就说 哪天咱们街头还见了 所以一开始他报说是走单的警察 其实不是 在他边上还有另外一个警察 起码有三个警察 所以这是他讲说 在九龙大游行之后 二十一号的凌晨 大概两点半出现了 望角 老街出现了这种现象 一位防暴警察 单脱单个走进了人群 很礼貌的跟市民说 离开啦 去吃宵夜啦 那个说 阿sir你请啦 说下次肯定请你啦 这种场面他讲说 四个多月来难得一见 这事件 这事件很特别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 就像我刚才讲的 那在警察的内部呢 应该出现了相当大的分化 而这种分化 包括一线警察 在面对这种抗争中 面对二十号 那九龙大游行的那种场面 二十号的九龙大游行的场面 和跟警察之间冲突的场面 对比九月份已经远远不一样了 对比原来那种激烈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同时意味着说 蒙面法的出现 对于街头的很多人而言 按照香港警察的角度来讲 那都是犯法的 但警察没有那么做 所以这是今天 香港街头警察与抗议者之间 出现的一个最新的变化 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呢 林郑月娥大概十九号 她对记者有一番说法 她说我不盲目撑警 我不盲目撑警 她说了这一番话 她讲说 她支持警队这个机构 并不等于有人认为 她盲目撑警 每一个警务人员的每一个做法 林郑 与警察开始具体割席 那支持警队这个机构 也否定所有这个机构里面的每一个人 因为否定一个就否定全个 而这个机构是香港政府所规矩 所自然有的机构 所以她只认可她领导下的机构 却不认可下面的警察 那这个事就不一样了 那意味着中间出现了巨大变化 也就是说 是否四中全会 是就她的角度来讲 是否意味着四中全会将出现 香港问题将出现巨大的改变 甚至中国大陆将出现巨大的改变 她开始推责任 对吧 她开始把警察像狗一样推出去 是他们的做法 是他们的犯法 是他们的一切的一切 那这个女的呢 写文章的 去影言 是个我看过她 她是专门写文章 文章里介绍她是亲中共的 她是亲中共的 当林郑月娥说出这番话之后 给她起疯了 她说 你不盲目撑 这四个字 伤尽了半年多来 对你进行盲目支撑的警察的心 桥没过 桥还没过就拆桥 就拆板子 桥没过完就拆板子 一定摔死你 这是建制派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我以为就是时间点到了 这是时间点到了 林郑月娥星期六 在电视台做出席节目时说 并非要盲目支撑警队 盲撑警队 而维护的是机制或者机构 那所以当她说 支持警队严正执法 我是支持警队机构 而不等于支持每一个人 每一个警务人员 在过程中的任何做法 就把警察全卖了 那这个机构可以是空的 因为警务处也好 任何警队所有三千多人 是在这个机构里头 那每一个人的具体做法 他都可以否认的 那这是香港真正出现巨变 香港抗争出现巨变 大家不用去以为说 这个话是普通的话 他们都是利益者 而这利益人最先洗脚 最先洗头洗脚的 跑路的一定是当头的 谢震中跑了 对不对 离开了第一线 那他林郑月娥又跟警察切割 这是出事了 出事情是指针对今天香港警察的做法 应该已经有方案出炉了 或者说将有一批现场的警察 一线警察有可能遭到制裁 香港政策将出现大变化 而这个区预言 在头条日报专栏中向林郑开火 说林郑取悦黄思的言论 令三万警察感受到划清界限的心寒 林郑与警队革席 支持机构 支持机构否定警员 每一个具体的警员 因为那是有机会否定的 所以那就概念完全不同 四个多月来 如果没有警察 盲称特首你 那香港会变成什么样 无论你的决定多么荒谬 无论你如何反口覆舌 警队都拿着警牌 站在你和你的政府前面 为你挡架 挡时 最近还要挡汽油弹 这么称才叫盲称 这话就 他就 他就 他自己把自己也给扔进去 对不对 无论你的决定多么荒谬 他作为亲中共的人 作为支持警察的人 他知道林郑月娥的决定是荒谬的 但他还要支持林郑月娥 那警察为什么这么做 他为什么这么做 荒谬的本身 林郑月娥的对面 是整个几百万香港人 那他们明确知道 他的荒谬 明确知道他的邪恶 还去 以这样的方式去支持林郑月娥 那是与人民为敌 那与人民为敌 那你就是邪恶的鬼上身 那林郑月娥今天跟你切割 又有什么不对呢 在道义的角度来讲 在正义的角度来讲 在圣义 在人性的角度来讲 那写这篇文章的人 已经表现出 香港警察曾经是林郑月娥的狗 那狗伤了人 主人要把狗给干掉 然后替狗说话的不干了 说我作为狗伤别人 是你让我伤的 我也确实伤害了别人 确实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可是你现在不能跟我隔席啊 你跟我隔席 那么我冤了 那不这就崩盘了吗 其实就是崩盘了 就承认自己做了不是人的事 那去影演讲 林郑说我不盲称四个字 伤尽了盲称他半年的警察的心 黑衣人最厉害的一招洗脑 叫做不隔席 他把黑衣人的最厉害的不隔席的 这个说法叫做洗脑 所以他是洗脑者 他是无神论者 他不懂得比沃特这句话 就是他的至高的境界 比沃特是水来的 对吧 那天皇地皇人皇是这么来的 天皇在上 地皇在次 人皇在下 而人们所称呼的叫炎黄子群 炎帝在先 神农在先 皇帝在后 为什么 那原因就是在真正的生命的 这种隶属当中 是这么隶属过来的 比沃特 人们需要呼吸 人们需要喝水 人们需要吃饭 吃饭 民以食为天 是最低档的 而比沃特 水高过了液体的形式 高过了有形的形式 我希望朋友能听懂我描绘 这些都是最普世的价值 那是真正的真谛 在我眼睛里 知道真 你能知道真正的结果 随着你能进一步理解 你就能进一步 能知道这种结果 所以比沃特肯定 远远超越于 这个 以利益至上 亲中共的人 都是以利益至上 他自己是给别人洗脑的 所以他说 黑衣人最厉害的一招 叫做不革洗洗脑 而你偏偏跟自己身边 叫什么 身边 仅于死守的三万警察 早早革席 乔梅过 已经抽板子 最后跌死的一定是你 利益的人才会讲出狠话 利益的人才会置别人于死地 林郑月娥曾经置别人于死地 林郑月娥曾经把这个警察 给拖起来摔死 她在支持警察的过程中 是让警察送死 我们早讲过 所以 曲颖言 在经济日报的专栏中 这么去批评林郑月娥的时候 这是表明 港府已经扩散 港府已经溃散 香港政府跟香港警察已经溃散 而香港警察内部已经溃散 这是天灭中共当中 走向了下一步的标志 我以为走向下一步 林郑月娥应该知道了某些事情 同样言辞锋利的批评林郑政府 他指责林郑级警务处长 卢伟聪 高调的到清真寺 赴京请罪 但对过去四个月来 其他老百姓的惨状 不闻不问 特首啊 一哥 我们不是介意你去了清真寺 我们痛心的是 为什么你只去清真寺 这话说 这话说的挺厉害的 对吧 对过去四个多月来 其他老百姓的惨状 不闻不问 这话上下是对立的 所以利益的人骂起人来不得了 老百姓的惨状不闻不问 老百姓的惨状不就是那三万警察 执行林郑月娥的政策所促成的吗 那你到底是支持警察呢 还是反对警察 你支持林郑月娥呢 还是反对林郑月娥 你支持老百姓的抗争呢 你还是支持共产党的镇压呢 他自个儿也找不清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讲在利益的角度 当他失去了利益支持的时候 当他看到林郑月娥 这种风格的概念 来求得自保的时候 他扭过脸来 没鼻子没脸 是连屁股在嘴一起全骂上 而骂的过程中 我们局外的人 我们Bewater的人 就可以看到 与中共同样 与中共同流合污者 必是利益者 利益者必下间 我相信朋友从这样的文章里 就可以看出 这样人的具体表现中 你可以深刻的体会到 我跟大家解释过的 利益至上者 必下见 见到 无处可存 下见到那份上 下见到那份上 超越人们的 超越人们的想象 超越人们的那种 能够理解到的程度 因为今天他们在 招鬼上身了 人再怎么理解 只是对鬼的惧怕 你理解不了鬼的层面当中 所表现出的 生命下见的成分 但他们的做法 可以 招鬼上身的人 在人的环境中 你可以看到 他没有任何准则 他唯一的准则 就是自己的利益 所以 唯利是处者 抱成一团的时候 你不用 用时间耗死他 唯利是处者 抱成一团的时候 用时间耗死他 这就是今天香港人 成功的 Be Water 成功的 真正的生命原因 在我眼睛里看到的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